二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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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三胖呢 小子 这城里城外都是咱们的人 刘文章跑不远 同志弟兄们好好找 一旦发现各煞无论 去了 不行 我告诉你 我不要死的 我要活在刘三胖 二小姐 就因为你要活的 要不然现在我们早拉着刘文章的尸体 回去交差了 我不管 我就要活在刘三胖 对不起 我是军人 我要服从命令 二小姐 你不要再难为我了嘛 少跟我家里扯 告诉你 谁要弄死刘三胖 我就弄死谁 二小姐 陆 陆团长说得对啊 刘三胖害苦了大小姐 她早就该死 是死是活也是我说的算 裴方 以后少信这帮废人 给我召集容成所有的弟兄 一定要抓住刘三胖 是 是 柳一小姐 我走 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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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超少爷睡了吧 嗯 他已经好几天没喝盐了 今儿能睡个安稳觉了 她的担心是有道理的 从这么在荣都躲着也不是个办法 是啊 她不能这么一直躲着 我也不能一直这么飘着 在川军中建立咱们的组织 撞到咱们的力量才是重中之重 可是 她不到安全的地方我这 我放不了心哪 过几天我就要回上海了 把她带到上海怎么样 可是 是 怎么让她离开呢 文章 文章 怎么了 容丫头有消息了 有消息了 在哪儿啊 上海 上海 这位姑娘是和容丫头一个戏班的 你俩应该见过吧 我看着你设有点面熟 我刘文章 怎么回事你给我说说 我也是听说的不能确定 说容丫头去上海了 我听霓裳说的 霓裳是容姐姐最好的朋友 前些日子霓裳来找我借钱 嗯 说容姐姐在容都待不下去了 想出去避避风头 不是 那避风头 就 就去上海了 上海找谁去了 霓裳的妈妈老家在上海 霓裳说先带容姐姐去上海她外婆家住些日子 她就这么一说 至于去没去我就不清楚了 好 妈 那我 那个姑娘 她赶你多少钱 我替她还了吧 是 不用了 容姐姐在戏班的时候 对我们姐妹都很好 我们的帮忙都是应该的 是吧 那谢谢你了 那你先回去吧 好 谢谢啊 慢 慢走啊 去上海了 我说李先生 我是不是上当了 上当 上谁当 上老陆的当啊 陆同达啊 你怎么说你上他当呢 我觉得不对 你看啊 在容都的时候 他好几次让我想办法的 离开容都 我都没答应他 后来他就用这种办法 让我离开容都去上海了 其实容丫头根本就没在上海 我承认 那是个骗局 事情是这样 老陆把突然接到上风的命令 让他赶紧回去 他又不放弃把你一个人留在容都 我正好来到上海去谈品生意 他就来求我 我也就答应了 不是 你这也太不像话了 李先生 我一直挺相信你的 不是 你怎么做这事 你 我何几伙来骗我呀这事 不去 我哪也不去 我还有好多事没办完呢 我跟你说李先生 我就是死了 我也得死在容都啊 我 温哲少爷 你和容固定的事 都拿到跟我讲了 你们之间感情我非常感动 但是 我觉得老陆这样做 还是有他道理的 你留在容都太危险了 我危险 容丫头不危险吗 周青 你别他娘子囤囤堵堵的 有什么话赶紧说 什么 刘文昭这个兔崽子在上海 你听着 派几个得力的人 把他从上海给我绑回来 算了 不用忙了 就地枪毙 把尸首给我带回来 什么我就这么一个儿子了 这个兔崽子 老子那可断子绝损 也不想再介绍他了 就这么办 爹 如雨 如雨 有事啊 爹 是他 爹 您不要杀他 他该死 爹 我求您了 我办不到 爹 这事真的跟他没关 是我的错 是我让他走的 如雨 你是一个好姑娘 爹会感激你一辈子的 但是这个小兔崽子 我不能饶恕他 帮不到 爹 这件事情不要再谈了 爹 我来是想跟您说另一件事 我爹过寿 我不回去了 让陈大哥不用准备了 那怎么行啊 你爹过寿 你必须要在他身边呢 我在安逸 给他老人家磕头拜寿就行了 人不一定非要回去的 我跟你说 如雨 老人过生日 做儿女的 除非有什么特殊情况 你必须要在身边呢 爹 要不这样吧 到时候爹陪你回去 有好长时间 我跟你爹这两个老头 没在一起喝酒了 你看这样好不好 不可以 为什么 爹 我捎封信 捎封喝礼回去就行了 人 我是不会离开咱家的 爹 孩子 你心里倒是不是有什么事呢 没有 娘不是生病了吗 我要留下照顾他呀 不行 你爹过生日 你必须得回去 如果你不回去 你爹还以为我真把你 当成人质 扣在这儿呢 我捎封信回去就行了 爹 你放心吧 爹 你能原谅文昭吗 你能原谅文昭吗 别的事情都可以商量 这件事情 没商量 爹 有什么ension 我一定要找你 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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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现以后立即向我报告 是 我也看了 别说跑到上海了 就是跑到天涯海角 我爹能有办法找着我 怎么这么说 你爹真是没完没了了 是福不是货 吃货躲不过呀 能躲还是躲吧 门哪躲 难道就没有你爹 宴长不及的地方 跑了 这位前景给我挺好了 马上派人去找 如果他和那个稀子在一起 把两个人的脑袋一起 给我滴了回来 君总 金家二小姐来了 在哪儿 去少奶奶房间的 干嘛呢 一个人在这儿傻坐着 累死我了 相遇 我倒杯水 渴死我了 给 你怎么来了 我上荣都了 你快收收拾东西 咱一块回金家寨吧 你去荣都干嘛去了 找你男人啊 你快收拾东西 谁让你去找的 爹让我去的呀 我告诉你 刘三怕这个混蛋 真应该做了他 不是好东西 害苦了你 也害苦了咱金家寨 相遇 以后这些话 就别这么说了好吗 你来得正好 这些 是我给爹准备的寿礼 还有这封信 你回去的时候 帮我交给爹吧 你什么意思啊 爹给我收你不回去了 我婆婆身体不好 最近刚有好转 需要我照顾 这些事 旁人是做不了的 你回去 替我给爹磕个头 说声对不起吧 是他们逼你的吧 不是 我公公一直劝我回去 还准备了寿礼 是我自己走不开 胡扯 肯定是他们不让你回去 姐说的话你也不信了吗 我不是不信你说的话 我是不信他们家 刘家都不是好东西 问你弄成什么样了 媳妇不像媳妇 寡妇不像寡妇 寡妇不像寡妇 非得跟他们算账不可 好了别再说了 这些都是姐自愿的 还有 以后姐自己的事自己会处理 你们不要插手了 湘玉 你要去哪儿啊 我找刘三胖她爹去 我跟她说理去我 你站住 姐 湘玉 你不听姐的了吗 姐告诉你 如果你是来看我的 就在这儿住下 明天一早再回去 如果是来闹事的 现在就回去吧 不是 你呆傻了吧你 我们是在帮你 你狗咬吕洞宾 不是好人心啊你 姐说过了 以后姐的事 不要别人插手 东副官 团座 我现在已经不是 你的团座了 你现在的长官 是鲁同达啊 在我中大中心里 你永远是我的团座 你们的鹿团长 在中都忙什么呢 他已经回了两天了 刘文昭找到了 没有 就算找到 他也不会带过来 可能已经把他放了 行了 不说他们 大叔 我把你约出来 是有一件重要的事 和你商量 您说 只要是我能帮他到的 你现在手里 有多少可靠的人 三十多个吧 虽然人少点 但都是可以 两个类插刀的兄弟 好 三天以后是晋老大的生日 他已经写信给老头子 想让如玉回金家寨一趟 我想找人 把他接下来 老头子能放如玉小姐回来 他已经答应 让如玉回金家寨了 陈永和他们 正在筹犯受理呢 只要如玉小姐离开安逸 我就能把他接下来 好 把人接下来之后呢 立刻送到康定去 找一个稳妥的地方安定下来 康定有我爹许多的老部下 会帮助你的 大叔 他可是你 你的嫂夫人 段总 您放心 朱副官啊 这件事非同小可 一定要办得神不知鬼不觉 明白吗 段总 你放心 段总 陆同达找不着我 怀疑我怎么办 这样 你先请假 就说回家探亲 只要如玉到了我们的手里 金老大 就会立刻跟西川王反目 快去办吧 快去办吧 这儿 走了 到宝舟 好 刘文昭在中国共产党员李昭阳等人的保护下脱险后 带着对花响容的无比思念 离开上海 离开中国 踏上了东渡日本的征程 书生气失足的刘文昭没有想到 就在他远渡重阳的时候 一场巨大的风暴 已经开始在西川酝酿 更让他没有想到的是 这场悄然袭来的风暴 会给他带来一生的歉疚 和悔恨 报告 几辆车几个人 一辆车四个人 三男的一女的 都听好了啊 车上坐的是金家大小姐 绝对不能伤了她 你们几个负责突袭 在确保金家大小姐安全的情况下 要速战速决 其他人原地待命随时接用 是 怎么回事 前面有路撞 谁这么带着她 敢在我金家寨地面上捣乱 二小姐 你别下车 你 保皇上了解 你跟我下去 是 来 把架给搬开 来 把架给搬开 停住轨 上 走 走 他妈的 这哪是金大小姐 这分别是母医生进行了狱吗这 不是副管 咱兄弟全都死光了 那怎么办呢现在 没别的办法了 都听好了 下面这里 民格不留 上 上 走 快点 快点 来 快点 吧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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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s 快点上去 没事吧 快点上去 没事吧 快点上去 没事吧 没事吧 沈鸥河 沈鸥河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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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槍给我 把枪给我 来 半小姐 用我口 闭嘴 他妈的 走 怎么样 马克小姐 你枪法太短了 一个活动都没有 有没有认识的 没有 不过从行动看来 他们应该是军人 军人 但是 他们应该不是冲着 二小姐来的 车上没别的人 不是冲我冲谁啊 应该是冲着少年来 我大姐 刘文昭一块臭肉 把整个西川搞得不得安宁 我已经得到了报告 说刘文昭已经不在荣毒了 你回去以后和参谋长说一下 把整个特务营 和其他几支追踪的部队 都扯回来 各鬼其微吧 是 你去吧 是 娘 您慢一点啊 对 今天天气好 这种天气 眼酒应该尝出来 走动走的 对身体很好 小 什么都提你的 来 我 你臭飘啊 你在哪儿 你个臭飘我大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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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个臭飘啊 你个臭飘啊 我 我在讲什么呀 你不是说 丁如玉回金家家了吗 我三叔家的丁如玉是谁 你他妈告诉我 是谁啊 是谁 你告诉我是谁 那个人是谁 你说 你说是谁 你怎么看 丁如玉 我真的没有骗你啊 我是亲眼看见的 我怎么敢骗你 我罵了你说公言 我真的罵了你 不是不是 你得信我了 我真的是亲眼看见的 你这个寒人精 你坏了我的大事 你真不知道 少爷你得信我 丁如玉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你不是看在我爹的份上 我会杀了你 这一次 我饶了你这条狗命 陈副官 怎么说你不认识这些人 不认识 但我也可以肯定 这些人 不是普通的善贼野寇 应该是军人 西川王的人 准确地说 是西川王的敌人 老爷 他的话不能信 他可是西川王的人 是 金家主 陈副官 陆团长 你来得正好 你帮人看一看 这里面有没有咱们认识的人 是 可是大帮 我 skulle注意 你的尖贼野寇 拆去 陈副官 这里面有四个是我们独立团的 那个是侦探连的副连长 这个是我们中府官的七弟 还有那个是警卫牌的牌长 那个是 够了 陈护官 你咋个解释了 亲家老爷 我觉得这件事情没那么简单 表面上看 这些人是冲着少奶奶 但他们真正的目的 是想挑拨亲家老爷 和西川王的关系 屁话 我们两家的关系 从刘文昭逃婚开始 我们就已经不清不楚 金连柱 我是独立团的团长 这件事情我应该负责任的 请给我点时间 我一定查清楚 我等你 你留下 是 小副官 跟我来 好 陈护官 我过生日 我的大丫头没有来拜寿 是西川王的意思 还是她过人的意思啊 亲家老爷 亲家老爷 我现在说什么 你肯定都不会相信了 二小姐见过少奶奶 你还是问二小姐吧 爹 我自己的女儿我当然小的 但是我就担心她 太善良 菩萨心肠 别人把她卖掉了 她还跟在那里数钱 亲家老爷 我晓得 这件事情不是西川王所为 我相信西川王 她不舍得伤害自己的护身 但是你要记到 有前车就会有后车 有载一就会有载二 我的大丫头住在她的府上 早晚是麻烦 我说得没错吧 亲家老爷 我们会好好保护少奶奶的 不用了 我自己的女儿 还是我自己来保护 请你转靠西川王三天后 我亲自登门拜访 接会我的大丫头 我金老大的女儿 不能过这种守活寡的 百姓日子 夏宇 送客 请 再会 请 老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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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陆通达已经认出了解杀奥小姐的人 一口咬定都是你安排的 陈副官已经回阿姨 向西川王报告了 你赶快逃走吧 他们真怀疑我了 大哥 你咋还没听明白呢 不是怀疑是肯定 我 他妈的 我中大中 要跟错人 站错队的时候 说这些还有啥用 你赶快逃命吧 老弟 我走了 大哥 大哥 你可千万不要告诉旁人是我说的 二小姐要是知道了我 我就死定了 你放心 放心 你多加小心 娘今天的食欲不错 吃了不少呢 如月啊 你别禁顾着赵公伯 自己也去吃饭去 没事的 娘 我先给您洗洗 你 你爹说得对啊 咱家 少了一个不懂事的儿子 多了一个贤惠善良的女儿 这辈子值了 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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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君总 搜捕中大中的命令已经下达了 大小姐的事情怎么办 金老大 三天之后 又来领人了 如月毕竟不是我的亲生闺女 我们不能霸着不放啊 可是大小姐一旦回去 金老大很可能马上翻脸 搞不好 西川会大乱哪 我不怕西川战火重燃 我只是不想伤了如意这孩子的心 谁 是我 进来 大春王 你不是去康定了吗 怎么回来了 我没有办成任务 没脸去康定 我不是去康定了吗 我只是想事 还不过 有点理想 你肯定了吗 我始终你了 我始终你了 有点准备 有点击 156 005 等着重逢的好脚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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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刘将军对萧女如玉的台爱 把她说作你的女儿 但是萧女还是有自己的家伞 总不能长期地住在你这里 这不是个长久之计算 金家寨是如玉的家 这儿也是如玉的家 都一样 那我就把她接起走了 婚姻不成 情依在嘛 陈副官 备车 送大小姐回金家寨 是 不麻烦将军了 我个人接她回去 爹 爹 您来了一路辛苦了 我让马叔给您准备午饭了 饭就不吃了 路上不太安全 我们还是先赶路子 爹 您要急着赶回去 那女儿就不留您了 裴风 替我照顾好我爹 是 如雨 你这是啥之意思啊 爹 现在家里的事特别多 我婆婆又生着病 这些事都得我一个人招了 刘将军 这啥之意思啊 我们不是说好的咋 好 初遇 我不是跟你讲过了吗 你爹这次 是来接你回金家寨的 爹 您是跟我讲了 可是我没答应您呢 爹 您先回屋歇着吧 我跟我爹说几句话 好 minority 好 赵子 回家 爹 我哪儿也不去 爹 您还记得 当初我嫁到西川来 您是怎么跟我说的吗 您说 金家寨和西川 打打杀杀这么多年 现在总算修兵霸占 消停消停了 您说 从冤家到亲家 总比一路打到底要强啊 爹 现在我听您的话 出嫁了 您怎么又让我回去呢 你出嫁了 嫁给哪个了 你嫁给哪个 我嫁给文昭少爷了 全西川的人都知道 那那个男人呢 你的男人呢 我男人出门了 是我让他出门的 爹 您别生我的气好吗 我知道您心疼女儿 女儿心里也不好受朕的 答应我 别再怨我公公了 这件事情 是我自己做的主 我公公并不清楚 在这个大院里 军队上的事 是我公公做主 庭院里的事 都是听我的 娃儿啊 娃儿啊 爹来接你回家 就是因为全西川都知道 你那个鬼儿子的男人 他跑穷了 娃儿啊 你待在这里 你不觉得委屈吗 跟爹爹回家吧 爹 女儿不孝 女儿永远是您的女儿 但同样 我也永远是刘家的儿媳 爹 我是刘家名媒正娶的 跟文昭少爷拜过紫堂 除非文昭少爷亲笔写了修书 不然我绝不会离开刘家半步 这是爹托人找来的无色无味 只要一喝下去 就一了百了 这要是慢性的 两天以后发作 只要如玉姑娘喝下去 咱们的大事就成了 你以为毒死他 三叔就会放过我们吗 这你放心 这要喝下去 没有中毒反应 谁也查不出来 人家还以为得了什么疾病 爆死过去了 老蒋兵马已经准备好了 战机稍纵即逝 如果我们再拖下去 很有可能发生新的变故 别老了 你也不年轻了 咱们没工夫再跟你三叔玩太极了 我真的做不到 儿子 爹 你不要再说了 爹 如玉嫂奶奶 如玉嫂奶奶 二伯母 我正有事要找少奶奶呢 您说二伯母 怎么了 你二伯母的腰疼病又犯了 疼得在床上直打滚呢 我听说少奶奶能治治病 就厚着脸皮来求求您 您跟我还客气什么呀 快走吧 我去给您看看 谢谢您啊 谢谢 走 爹 咱 咱一定要这么做吗 没办法 千载难逢 机会就这一次 爹 咱这是干什么呀 茶几好了总得有人喝吧 爹 你疯了 我已经疯了整整五年了 今天是我忍耐的极限 这杯茶不是他进入一喝 就是我喝 爹